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八雅居 第1857集 木种 而当流言果成一团火焰从空袭下的时候 木枭树干上那扭曲的五官终于露出了一丝忌惮和惊恐的神色 这种神色在他面对杨开和两大雪兽联手之时都没曾有过 无数藤蔓从地上一团之下朝流言击射过去 一根根藤蔓宛如卯足了力气的飙轻威势害人 流言却是不管不顾 一张口从口中便喷出了赤红色的火柱 那火柱之中甚至还有紫色的雷铁在弹跳着 所有袭来的藤蔓在这灼热的力量下都化为了灰烬 偶尔有几根没有被焚烧掉 也是直接穿过了流言的身躯 却没对他造成任何损伤 流言本就是能量体 没有实质的存在 如何会被这样的攻击伤到 可以说他就是木枭的真正可行 木枭的任何一种能力对他都是无效的 反而在属性上要被他克制 不但如此 流言所掌握的雷电之力通过那些藤蔓传递到了木枭身上 竟让他在大地之上颤抖起来 好似被电击了一样 流言的火焰 大多数都是吞噬太阳真经而炼化得来 他的雷电之力 则是当年吞噬的一团通灵的前天雷烟而来 单论火焰的凶猛程度 流言纵然比不上鸾峰的灭尸黑眼 也不是一般的火焰能够比拟的 木枭如何能够低等 等大流言的火焰之躯掠过木枭之后 木枭的藤蔓竟被焚烧了一大半之多 原本猙獰扭曲的五官 此刻满是惊慌失措的表情 他再也不敢在原地停留 身群疑惑 原本扎在地下的根须全部收了回来 树根下短小的根须 就如腿脚一般利索 转身就朝远处奔去 他竟望风而逃 一直四驱在旁的杨开 早就等着这一刻 见此机会 哪会让木枭逃脱 空间秘术加持之下 直接就来到了木枭前方 眼神冰冷地凝视着他 双手一开一合 一道巨大的跃刃悠然成形 就在杨开要释放月刃 准备给木枭最后一击的时候 木枭口中竟尖叫一声 而伴随着他的这一声尖叫 杨开手臂上忽然一阵刺痛 手腕一抖 月刃就这么击射了出去 痴痴之声大作 庞大的月刃纵然是由空间力量凝聚 并非木枭的克星 此刻也微能不俗 虽然因为 杨开最后关头 失去准头 没能命中木枭的要害 但也直接切开了他的身躯 切口出一片平整 有碧绿色的液体 从中流淌而出 如喷泉一般壮观 而刘炎则趁机扑下 化作火光将木枭包裹起来 不远处的妖虫母体 持着紫荆双剑 摆出一个古怪的姿势 双剑之声 光芒齐闪 伴随着他的一个扭身 一道巨大的剑芒 直接飞射出去 披尽刘炎和木枭的战团之中 顷刻间 木枭的尖锐斯鸣传出 与此同时 盈开却脸色铁青地 退后几十整 一把扯下自己的衣服 目光凝视在自己的右臂之上 下一刻尸声惊呼 木枭 此刻 他的右臂处 皮肤血肉中 竟有一粒淡青色 米粒大小的东西 镶嵌在其中 随着他的一阵鼓动 自身的气血之力 好似不受控制一般 朝着东西涌去 被他疯狂吞噬 而随着气血之力的灌入 这小东西居然有 要破壳而出的迹象 杨开立刻明白 这是什么了 这显然就是木枭的木种 之前一闪而逝的 细弱光芒 怪不得连六大帝尊征 都无法彻底铲除木枭 原来木种隐藏得如此隐蔽 他之前两次仔细查探自己的身躯都没能发现 若不是刚才 木枭想要阻扰自己 从而逃命的话 恐怕也不会将木种激活 也正是因为木种的激活 让杨开的月刃失去了准头 风铃城中 那些被木种寄生的舞者的下场如何 杨开再清楚不过了 只需要很短的时间 舞者的一身血肉就会被吞噬干净 从而转变成没有神志的木枭分身 杨开可不想赴那些人的后尘 眼看着这一类木种吞噬的气血之力越来越多 杨开一咬牙 手上凝聚出细小的空间之刃 然后一把掐住木种所在的位置 伴随着一声闷吼 那一块血肉直接被杨开撕扯了下来 刹时间手臂上心血淋淋 而被他扯下的那团血肉 在没了他控制的情况下 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木种吞噬干净 木种也在这一瞬间化作一株幼苗 从幼苗之上击射出细小的藤蔓 欲要再度侵入杨开 杨开冷哼一声 直接祭出了玄界珠 身形一晃就进了小玄界里 小玄界的空间之中 杨开握住那木枭的幼苗分身 火叶忽然在手心上燃烧 将木枭的幼苗完全包裹 伴随着尖锐的鸣叫 这还没成型的木枭分身 就被焚烧成了灰烬 做完这一切 杨开这才从空间界 取出一粒疗伤的丹药吞浮下去 盘膝坐地 借助小玄界内的法则之力 细心地检查自己的每一寸血肉 他实在是怕了那木种了 以他的神识之力 根本无法查探到隐藏起来的木种 可在小玄界之中就不同了 他完全可以借助此地的天地法则 这样的检查 比他用自身神念查探 要彻底无数倍 也可以真的免除忧患 一番查探 杨开终于确定 自己身上除了之前 那一枚木种之外 再无其他的木种 这才安下心来 而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恢复 杨开手臂上的伤势 也差不多完好无损了 他体内的筋血 本就有极强的治愈能力 在服役他强悍的体质 内养的伤势 根本不值一提 松了一口气之后 杨开这才身形疑惑离开了小玄界 重新返回那片平原之上 杨开左右观望 发现了此地一片平静 没有丝毫争斗的动静 不远处 已经化作人形的流言 双足一点 轻飘飘地跃到杨开身边 常年冷艳的翘脸上 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来 开口呼唤道 主人 杨开点点头 瞧了一眼那边的灰烬 问道 杀掉了 流言喊手道 杀了 说话间 他又扭头看了看 幺虫母体 淡淡道 主人新找到助力 实力不错嘛 比我力还多了 杨开瞧了他一眼 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微笑道 他虽然不错 但有很大的成长局限 道元三曾经 怕是他的顶峰了 而你不懂 你有自己的神志 好好修炼 以后你会比他厉害 是 主人 流言低声应道 嘴角却不受控制地 翘起一个小小的弧度 杨开冲妖虫母体一招手 妖虫母体便立刻飞射过来 被他重新收进了小玄界之中 转头四望 这荒野之上一片狼藉 就在这半日的功夫内 此地死去两位道元两层镜强者 十几个虚王镜武者 让杨开不禁有些唏嘘 找找看有没有空间戒留下 杨开吩咐一声之后 便与流言一起寻找起来 不多时 杨开手上便又多了七八枚空间戒指 这些空间戒都是飞尘宫的舞者的 里面的储藏有什么 杨开也没有仔细去看 想来不会太多 也不会太少 而宁远城和寒冷的戒指 则早就被杨开收了起来 至于那刘已知的戒指 也不知道是在大战之中被摧毁了 还是去了哪里 反正没能找到 让杨开不免有些痛惜 毕竟那是道远两层进抢者的戒指 肯定会有不少好东西 主人 这个东西如何处理 流言望着地上那一艘楼船 美眸里露出好奇的光芒 一边打量 一边问道 他在星光通道之中 便与阳开分开了 进入新界之后 也没来得及领略下 新界的诸多精彩 对这楼船密宝了解得很少 只知道它是一件飞行密宝 自然是收起来了 杨开咧嘴微笑 来到那楼船前方 转了好几圈 露出满意的表情 这玩意儿飞得有多快 杨开可是亲自领教过 之前他一直跟在这楼船后面 无论如何拼命 都始终追不上 而之后的大战之中 这楼船的防护罩 甚至能抵挡住 繁越周天大阵的攻击 显然防护能力极强 这绝对是一件 道远级的飞行密宝 杨开手上如今正好缺一件 代步用的飞行密宝 遇到这种好事哪会放过 虽说这是飞圣公所有 若是杨开以后使用之时 被有心之人看到的话 极有可能将他与宁远城之死 联系到一起 但只要小心一些 不在外人面前使用 就没有什么问题 楼船太大 杨开一时也无法济烈 将之变小 只能耗费庞大的神识之力 将他收进了玄界朱里 等到日后慢慢处理 走吧 杨开招呼流言一声 便要返回封林城 如今流言的事也解决了 他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 陪同康斯人前去探索 那处洞府 可就在这一时 一阵狂风吹来 正要转身离开的杨开 步伐不经一顿 狐疑地朝某处打量过去 怎么了 流言惊疑问道 杨开没有答话 而是专注地观望了一阵 忽然身形一晃 来到了木霄分身 被杀死的地方 此地原本只有木霄分身 被焚烧后的灰烬 但是在刚才那股狂风吹拂之下 灰烬内却闪烁起一点光芒 这才引起了杨开的注意 蹲下身子 拨开灰烬 杨开立刻看到了遗物 他猛地退后 面上一片警惕之色 差点脱手就是一道月刃飞出 流言宽宽而来 在他身边站定 美眸朝那边一扫 带看清灰烬之中的东西之后 轻一道 他扭头朝杨开看了一眼 杨开冲他轻轻点头 流言这才走上前去 伸手一吸 将那一粒种子捏在指尖 这东西确实是一粒种子 只有米粒大小而已 显然是木霄被焚烧之后 留下来的东西 能在流言的烈焰焚烧之中残留下来 这一粒种子自然不是凡物 显然是那木霄的木种 而杨开之所以 有那种警惕的表现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他刚才可是吃了不小的苦头 连血肉都被自己抠下了一块 才免出了危机 一招被蛇咬 自然是十年怕警绳 只不过 古怪至极的是 这一粒木种 与杨开之前手臂上 被种下的木种 有很大的不同 并非青绿之色 而是金银两色 各自一半 左边金光闪烁 右边荧光溢溢 看起来极为古怪 有没有什么问题 杨开警惕地问道 流言寒手道 确实有问题 这种子里面 还有一点奇特的生魂之灵 看样子 它还没有死绝 我就知道 杨开一阵咬牙切齿 刚才若不是 他见机得快 直接闪开 而是拿手指 去取那木种的话 说不定又要被寄生 而这一枚木种 一看就非必寻常 到时候可能就不是 抠下一块血肉下来 就能解决那么简单了 好在他还有流言 正是木霄的可星 不具他的奇特能力 哦 好的很 这家伙竟还敢给我下掏 杨开一阵冷笑 挥手道 跟我来 说话间 力量包裹住流言 直接将它 带进了小旋界里 小旋界中 扬开盘膝而坐 神色古井不波 而在他面前不远处 炼丹炉紫虚顶 正屹立在那里 顶盖封闭 顶内却上演着一出 赶尽杀绝的好戏 时不时的 紫虚顶内 就传来碰碰的声响 仿佛有什么东西 正在奋力 撞击这个炼丹炉一样 想要从中逃脱 每当这时 杨开都会 往紫虚顶中 打入一股力量 将那反抗压制下去 随着时间的流逝 紫虚顶变得通红无比 附近的空间 都被高温烤得 有些扭曲了 而顶内的动静 也越来越微弱 足足一日之后 顶内才彻底平静下来 与此同时 杨开总算是 收到了流言的呼唤 他伸手一挥 将紫虚顶打开 流言立刻化作一道火光 从顶中击射了出来 在他面前滴溜溜一转 便化为了人类形态 主人 流言喊了一声 然后将手上捏扎的一粒 金银两色香蕉的木种 递了过来 口上道 主人可以放心了 这下我保证 他死得不能再死 干得好 杨开满意喊手 接过那奇特的木种 神念往内灌入 发现果然如流言所说 这一类木种之中 原本躲藏的一粒神魂之力 早已消失得干干净净 那一粒神魂之力 显然是木霄所有 神魂不灭 木霄不死 可是被杨开 把他丢进紫虚顶中 与流言共处了一日一夜之后 木霄那残魂的神魂之力 哪还能保存下来 早已被灼热的高温 灭杀殆尽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五恋 hors销》 别忙 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